刮鬍字串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跑一個回圈 去找到前刮後刮的位置 那實際上同樣的概念 我們一樣可以怎麼樣 其實基本上你可以把 這裡面的程式呢 直接就當成範本吧 也許你這邊的那個 刮鬍字串裡面 原來這一段程式呢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直接複製這些 到哪裡呢 直接就複製到我們的 下一個也許可以把它 把它先說小一下那也許 直接呢可以到這個範例裡面的V 不過特別注意哦 這個是它的專案哦 就是在這個專案裡面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吧 這個模組裡面的話 我們一樣先插入一個sab 叫 就是自串切割好了 那也許你可以把程式直接貼上 其實你會發現哦 直接來按改就好了 改哪些地方第一個 特別注意呢 刮鬍我們本來是前刮鬍 那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把它改成呢 我們需要的部分其實是什麼呢 是這個地方裡面的這個刮鬍 但是後來我發現了 如果我只有抓這個的話 它會少一些特徵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只有抓這個的話呢 可能會有一些地方會有問題啦 所以我後來想說 那我不如我就怎麼樣 因為好像有其他地方 也有這個刮鬍存在哦 所以呢我不如怎麼樣 就是再加一個特徵 基本上呢它的開頭一定是前這個刮鬍 再加一個這個 這個小於的符號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後刮鬍再加後刮鬍 所以那個算起來的位置就會不太一樣哦 所以呢我們一樣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這個東西找到 前刮鬍跟後刮鬍的位置 所以呢我直接把這個程式貼過來之後 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這個地方改一下 這個地方 所以一樣啊 找到之後反正就放在A 反正就放在B裡面 那當然呢如果它不等於0的話 意思就是有找到的 那有找到的話呢我就把它做切割 理論上應該每個都有了 那當然如果沒有就保持空白 那我就把結果怎麼樣 切割到B欄 剛好位置也是切割到B欄 所以我就MID 把這個A欄裡面我需要的位置 那特別說 A也一樣位置怎麼樣 把它加1 因為我找到的位置 所以我找到的位置基本上是 這個這個地方 那加1的話呢 基本上好像會切到這裡 切到這裡 剛好就是 剛好是小於的位置 那不過呢 後面的這個地方 可能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抓的是抓到這裡 那我如果說 我今天切假如說 再把它剪掉1的話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假設我這邊是 有剪掉1 那之前呢如果剪掉1 會把那個後面的部分去掉 可是現在我來試一下 直接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執行完之後呢 後面這個大於的符號不見了 因為我多剪了1 OK 剪了那個後瓜的位置 那現在怎麼樣 很簡單嘛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程式 剛剛複製貼過來的程式 這邊有一個-1對不對 把那個-1拿掉 然後再把它弄一下 其實執行一下 OK 這個後面就補上了 那第一階段就完成了 第一階段比較簡單 最難的是第二階段 因為我本來也是 這也是某一個 好像在某某上班的一個 同學問的問題 然後問這個問題 那我就把這個答案給他 他說 沒有OK 第一階段OK 但是他後來跟我講說 老師請你往下看一下 往下看什麼呢 他說 我們這裡面往 這個每一個出生歌裡面 有的時候不是只有一個 有的時候有兩個 有的時候有三個 有的時候有四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他一樣幫我往下找 一樣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可是呢 我希望的結果是什麼 希望的結果是 如果他有一個就放一個 如果有兩個就放兩個 而且最好是什麼 如果兩個 串不要串在後面 最好是幫我這邊 Enter 換行 然後呢 再把它往下放 難的地方在這裡 OK 那其實這部分的話 如果OK的話 其實以後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做 這其實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可以套用有個範本的話 工作裡面真的也蠻多地方 是要找很多儲存格裡面的東西 因為儲存格裡面不是全部都要 可能是一個BigData Data裡面的東西 我要從裡面摘出我要的關鍵字 或者關鍵的東西 那所以你需要怎麼做呢 也許邏輯上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 比如說以剛剛看到這個 第六列這個來看 第六列這個來看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一樣 去讓它往下找 用E3裡面幫我找到第一個 可是我怎麼知道還有沒有第二個 OK 這個就是問題 如果有 那我怎麼知道有第二個 基本上呢 我可以把A有沒有 找到的位置 找到的位置 它現在找到的位置 它會先寄到A裡面嗎 比如說這個位置 假設是100好了 對不對 那我如果知道100 那可是問題 我不能要從頭開始找 因為 A3 那預測值 是從第一個字開始找 就幫你找到 找到了 有沒有 也許找到是100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往後面找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現在100個位置 怎麼樣 加1之後 就是從這邊 以後一個位置 再幫我把後面 這樣的話呢 往後它就會找到下一個 那如果再找到下一個的話呢 那一樣怎麼樣 把找到位置記下來 然後呢 再讓它加1 往後找 那什麼時候沒有 就是當什麼 當裡面的值 假設A裡面的值 如果等於0的話 就是找不到了 OK 那它怎麼樣 就不要繼續往下找 所以這裡面的話 可能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你需要增加那個 In3裡面有沒有 In3裡面的那個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我們本來 這個In3裡面呢 給第一個參數是 去哪邊找 去什麼 A欄裡面找 有沒有 去這個儲存格裡面找 第二個是找什麼 不過呢 你可能要多增加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其實我底下 雲端上 我有放那個參考的答案 你可能會需要多一個 你的A 假設你要找A的話 我這邊給一個 那個變數名稱 叫I star 1 不過這個名稱有點長 你可以自己來改 改成其他名字都OK 等於1的意思就是說 我從頭找 那找什麼呢 找錢瓜阿虎 這個I star 1 指的是找這個 等於是跟那個A是相對的 那I star 2指的是什麼 找的是B的位置 OK 那從1 從第一個字開始找 那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讓它不斷往下找的話 不斷的 往下找 那這地方你可能會需要用到一個叫Do While的回圈 OK Do While 那Do While也是一個回圈 它跟For回圈最大的不一樣 是 For回圈呢 後面會有範圍 For I等於2到最下面 是一個range 範圍 可是Do While是 後面加的東西呢 是一個邏輯喔 也就是一個條件喔 那也就是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為真的時候呢 它就進到回圈裡面 那如果後面那個東西為False的話 它就跳離回圈了 所以特別重要 Do While跟For回圈最大的差異是 For回圈是有一個範圍 那Do While不是一個範圍 而是一個條件 當那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它就往下找 當它為False就不往下找 所以特別重要 我們這邊呢 意思是說In3喔 你幫我去找 那如果我第一次從1開始找 找到了 那它一定是不等於0 意思就是不等於0的情況下呢 那我就去執行下面的動作 那當它呢 等於0的時候有沒有 等於0的時候 那就是False 就是0的話 意思是說找不到東西 那找不到東西怎麼樣呢 它就跳離這個回圈了 那跳離回圈它一定 Fal回圈一定是Falnext 那 Fal回圈一定是 Do While這邊叫Loop OK 名稱不同 不一樣喔 特別至於 這個Do While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 只要是 像合併多個檔案的時候 都會用Do While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檔案有幾個 除非你已經知道有幾個啦 如果你不知道有幾個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是用Do While回圈了 當它找不到任何檔案的話 它才跳離回圈嘛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大概我們這邊有個條件 當它不等於0 就是有找到我要的瓜糊的時候 那我做什麼呢 我就把那個瓜糊呢 就直接寄到哪裡呢 寄到A裡面 寄到B裡面 但是呢 之前是直接MID直接輸出 對不對 但是我這裡喔 必須怎麼樣 把它串接起來 特別是喔 這底下後面是串接喔 意思就是說呢 我把MID的東西 假設我現在先找到第一個 那我就把第一個呢 先串接到那個哪裡呢 S裡面 然後這個S的話呢 它裡面就會先串第一個 第一個的東西 先串到S裡面 那串到S裡面之後 後面會有加一個這個東西啦 這東西喔 主要是做什麼呢 我剛好有提到喔 因為如果你輸出的時候 你需要換行 那換行的話 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儲存格裡面呢 你只要放一個 以前是什麼 我如果要強制換行的是 Auto鍵加Enter嘛 那Auto鍵加Enter 特別只有啊 在VBA裡面的表示方法 就是Charge 其實就是那個Return啦 Return 讓它可以怎麼樣 換行 OK 那這個Charge可能要記一下 因為這也是我試出來的 一般就是13啦 13是Enter啦 可是在那個Excel 出選格裡面是10 是Return 有點不太一樣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就怎麼樣呢 輸出之後 那我先把它後面多加 增加一個換行 然後把它串 然後呢 再找到下一個 所以特別主要 後面有一個叫什麼 I Star 後面加一個E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要往後面找 往後面找 然後呢 再回來看一下 你往後面找 有沒有找到啊 如果沒找到的話 那就是怎麼樣 那就跳離了 如果有找到的話 那它就是繼續再串接 再繼續串接 再來的話呢 最後把結果 再丟到 B欄的儲存格裡面 並且特別注意喔 要把S裡面的東西先清空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清空的話 它會記得 剛剛已經串接的東西了 那就會造成 資料會一直重複嘛 OK 這個清空裡面是把 我找到的東西清空 那我們來試 清除的話比較簡單 清除的話 我把裡面的東西 用Range物件 從什麼呢 從B2 從B2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把它Clear Contents 所以B2到B1的最下面一列 創接一個最下面一列 給這最下面一列 點Clear Contents 那我這邊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全部 把它直接就清除掉 那我把那個細節部分 給各位看一下 假如清除 那如果 我今天按一下它的話 有哪些地方 可能要注意的喔 這邊把它設個中段點 也許這邊先設個中段點 好 那我把它跑一下 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呢 我今天跑這一個 因為它只有一個嘛 所以呢 我接下來就是 它目前呢 第一次 從E1開始 幫我找它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找到 欸有找到了 那位置也找到之後 它幫我串接 它裡面現在沒有東西嘛 我把東西 找到之後呢 幫我串接 你會發現喔 串接意思是說 自己本 這個S 預設是空的 把後面的東西串接之後呢 幫我把它放到S裡面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那個A的位置 A的位置現在第一個 找到145 那B的位置的話呢 幫我找到的是 209 然後呢 這個位置就往後面再加1 讓它怎麼樣 再從那個找到的位置 往後面找找看 有沒有 沒有 它就loop回去了 那這個時候 它從146 再去往後找 找到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比如In3結果 它的結果會True嗎 你會發現它回來告訴你 等於0 意思是說沒有了啦 那沒有會怎麼樣呢 就跳離這個回圈了 有沒有 就從這邊有沒有 直接跳出來 那跳出來之後 目前呢 裡面沒有東西嘛 我就把這個找到的東西 幫我丟到B欄的儲存格裡面 這個東西有了 那特別注意到 S目前裡面還有東西喔 所以記得要把它清空 清空之後的話呢 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意思就是下一個儲存格 一樣的道理 也就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那當然喔 這邊的話 這些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好了 我有把這個程式 一樣是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這兩段程式喔 其實這三段喔 雲端上可以找得到 所以你們可以到那個雲端上面 這邊可以看到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